今天损失惨重 GoPro不见了 给朋友试冲的时候 整个把GoPro刮到他身上 刮到一道门 GoPro也得冲走了 今天有太多人 太多人了 里面是停满了 不可以再停满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也是不可以停的 但是好多车里面 哇 我停在很后面 现在没有地方停 里面全是满的 哇 你看这里的浪是非常漂亮的 浪是非常漂亮的 很多人玩 很多人冲 这个浪很平 很平 像这个浪抓住就很忙 可是这边有个问题就是 可是这边有个问题就是 下水的话要远 那边才有沙滩 那边才有沙滩 如果就是从这一下的话 就有点点麻烦 下面全是石头 全是石头 你这都不太好笑 拿着板 不是我们板不是很轻吗 等一下在那边 那边有点 不是你得麻烦给我吧 重过了 你看他们也都是这样笑 把他们小孩送到那边去玩 把他们小孩送到那边去玩 这边你看 没把玩 这里有个位置 啊 这里有车位还好 好 找到了一个多好的地方 你看这边的话人也很少 然后但是石头 啊 然后那个啊沙比较浅 然后从这边你看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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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看看看 哇哦 哇哦 看看看看 看看看看 没有人 没什么人 然后也有沙 也有沙滩 然后呢 这边的沙滩就短一点 然后那边就是冲了地方冲浪 然后就往那边走 太酷了 都很近 今天可惨了 今天损失惨重 今天拍的那个GoPro不见了 给那个朋友吃 冲的时候 整个把那个GoPro挖到他身上 挖住一道道盘 然后那个GoPro也给冲走了 损失啊 先冲得不太好 那个地方不太对嘛 但是至少也是 有一些素材在里面拍了一些 全没了 下回得重新再买一个GoPro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